AI概念股的股價是不斷的飆漲 不過其實經濟部長郭志輝最近就有說到 其實現在AI這麼行 但是卻都沒有就是要在增色電廠這個事情 對 那麼最近這個停電還有跳電的事情也不斷的在發生 雖然說就是經濟部長是不斷的強調說台灣不缺電 但是就在昨天今天凌晨的時候 台中市的南屯區就出現了無預警的大停電 造成了兩千多戶受到影響 而不少居民在睡夢中都被熱醒 台電就說了這一次會跳電停電 是因為有老鼠爬上了電線桿 台中市南屯區今日凌晨無預警大停電 不少居民睡夢中被熱醒 也有新手媽媽故娃到半夜 卻沒有冷氣沒有電扇熱到崩潰 台電台中處表示凌晨接獲員警同保電線段落 立即派越至現場出力 經調查後發現原來是老鼠爬上電桿 咬斷高壓電線 人員頂達後立即展開搶修 於一小時後恢復供電 總機構2093戶受到影響 沒想到造勢的老鼠被發現時已經慘遭電死 台電也強調停電造成民眾不便 深感抱歉 除了今天凌晨因為老鼠導致大家停電之外 你知道嗎其實從進入7月今天才7月4號 到現在呢 各地發生了多起停電事件當中 就有三起是因為動物太調皮 才會導致停電的 像是桃園連續兩天7月1號7月2號停電 都是松鼠害的 而在新竹7月3號停電則是鳥害的 他不管你跳不跳電 他也不管你什麼小鳥 或者是松鼠影響到這個斷線 炎炎夏日來襲民眾最擔心的就是缺電 現在7月才過了4天 各地就發生多起停電事件 其中有三件都是動物太調皮 新竹琼香昨天傳出停電 罪魁禍首竟然是小鳥 而桃園則上演兩度停電 1號清晨先是衛福部立桃園醫院停電 2號又輪到中立八德區 這一切都是因為小松鼠來搗亂了 對此作家飄浪島嶼前天在臉書嘲諷道 難道松鼠是潛伏在台灣的第五宗隊嗎 只會破壞一般城市用電 不破壞工業用電 但也有網友說 其實全球電力網路 都有一樣的困擾 只是排名第一的是蛇不是松鼠 我現在只是因為媒體的報導 反而好像她每天看到都有個跳電 但是如果以過去的資料來講 我們大概已經降了 差不多七成的這個跳電 其實早在今年4月22號 王美花在任的時候 經濟部就在臉書發文 批評媒體一直報導調皮小動物 而國民黨立委楊琼英 昨天則批評政府 每天都有行李遊出爐 不管是移工政策 還是小動物設備爛 但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方法 未來缺不缺電 缺電 電力是不是缺少 這個我們8月以後 肯定跟委員報告是不會 如今政府打包票 未來會不會缺電 還有待日後見分曉 最近台灣的天氣真的像是烤紅薯一樣 如果說你在家裡沒有冷氣 沒有電風扇可以吹的話 真的會很熱 那大家出門在外的時候 也要小心會因為這個連熱了天氣 而導致中暑了 在烏日區有一名729歲的張姓男子 他騎著腳踏車外出減食回收 我沒有想到因為真的太熱了 他不敵這個高溫曝曬 最終是因為暈到跌坐在人行道上 而當時呢正好有一名從彰化騎機車 要到大理面試的張姓女子 他當時呢就發現這名張姓男子 他是一動也不動的搗在人行道的地上 他以為他被車撞了 於是是立刻報警 錦霄趕到現場之後 將這名張姓男子送醫 現在沒有了生命大礙 而對於不顧面試 會遲到救人要緊的張姓女子 錦霄也是對他大大稱讚說 心地善良 相信面試沒問題的啦 我就是停紅燈啦 嘿嘿嘿 然後看到他坐在這裡 然後東西原本都落在那邊 但我先把他垃圾撿起來 啊車子我沒動 喔車子那邊沒動 車子沒動 喔好 對他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起 反正看到就是這樣子 喔好 等把正妹頂著大太陽 向警方說明救援情況 證明張姓正妹日前 從彰化騎機車到台中面試 行進屋日驅時 發現張姓阿公疑似不敵高溫曝曬 暈倒碟坐在人行道上 他不顧面試會遲到 人緊急下車關心 並報警求救 對他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起 反正看到就是這樣子 喔好 所以說你那時候就好心 就報警來處理就對了 對 好像很好 他坐在這裡 對對對 不是辦法 警方發現79歲的張姓阿公 體溫高達38.5度 出判未熱中暑 左姓送醫治療後沒有大礙 原警非常感謝幫忙報警的正妹 大力稱讚他 心得善良 面試一定沒問題 感謝這名正妹的還有阿公的家屬 他們直說阿公的記憶力大不如前 中午趁家人不注意 騎腳踏車出門撿回收 結果熱到暈倒 非常感謝正妹和原警幫忙 才沒有釀成意外 而做回阿伯一命的這個正妹呢 也現身了 他的名字叫做張寧恩 外表亮麗甜美 臉上也帶著離我笑容 穿著一袭黑色背心的洋裝更顯氣質 目前是張師大美術系的應屆畢業生 就是我騎車要去面試 然後要過一個橋 然後那時候正在停紅燈 我又看到有一個阿伯坐在樹影下 然後我又遠方看到有一個 腳踏車載著回收物 然後回收物是掉在地上 然後散落的地 後來我就想了十秒鐘 我就想去看 停下車來就問他是怎樣 然後發現他不太回話 但是他就明顯的腳受傷什麼的 坐在那 這位外表亮麗甜美 臉上帶著離我笑容的正妹 是張師大美術系畢業生張寧恩 他近日從彰化騎機車要到大理面試 途中經過台中烏日去時 救了一位熱到暈倒的阿公 因為就沒有想太多 因為就覺得他好像需要幫忙 他一定會坐在那裡很久 然後天氣很熱這樣子 他就要需要幫助 我又停在那邊 我想說我不能這樣見死不救 或是就騎走 張寧恩笑著說 雖然面試也很重要 但是當下阿公需要幫助 不能見死不救 他認為幫忙打電話報警 是個簡單的舉動 能就到阿公真是太好了 這位美女是誰呢 她是擁有越南周子瑜 封號的新住民阮秋恒 那她的長相大家看得出來嗎 非常甜美 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 她的身材也非常的火辣 她在2018年的時候 曾經受邀擔任 國慶大典的主持人 那現在呢 她是跟她的老公John一起經營一個YouTube頻道 那最近呢 這個台月婚姻的話題 大家不是討論得非常熱絡嗎 那過去呢 John就曾經在這個影片當中 霸氣回應酸民的一起話 以及分享她對於這個仲介婚姻的態度 現在也再度被網友給翻出討論 現年32歲之類的阮秋恒和她的老公John一起經營HEM TV越南夯台灣 經常分享台月之間的文化觀察和語言教學 2022年頻道PO出一家三口開箱苗栗溫泉會館的影片 影片當中除了擁有破200萬次的觀看 卻也引來不少的酸民留言 而John當時就在影片底下留言回應說 透過我們的影片 您想去越南旅遊 想吃越南美食 想交越南朋友都很好 但是請不要找仲介 花錢娶越南老婆 我們是自由戀愛結婚 並非仲介婚姻 跨國婚姻一定不比同國容易 課金進入自己無法處理的關係 會為彼此帶來災難 更勝者會禍及子孫與家族 如今台月婚姻話題延燒 John的這番回應再度被網友翻出來 來引發關注討論 再來看到的是藝人汪建民 他過去以鐵頭的形象升職人心 不過他之前捲入社會案件之後 就以直播來討生活 那近日他也證實他自己 是罹患了肺腺癌四期 癌細胞已經從右肺擴散到頸椎還有腦內 目前已經接受了7個月的化療 王建民接受聯合新聞網訪問時表示 去年10月背後劇痛 檢查發現肺部出現了惡性腫瘤 癌細胞也擴散 並吞噬頸椎最後一節和脊椎第一節相連處 而腦部也出現了兩顆腫瘤 他平時不咽不久卻罹患肺腺癌 對他來說是遺跡重疾 但是他沒有因此被打倒 去年12月入院開刀隨後接受化療 目前已歷經了9次化療 超過60次的電療 他也說常常走幾步就會停下來休息 比較麻煩的是腦中的腫瘤會導致癲癲 因此治療過程中要吃抗癲癲的藥 否則連走路都會摔倒 兩岸話題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澎湖籍漁船大禁滿88號 2號晚間在金門外海作業的時候 遭到中國海警強行登檢 並且將他們押回到了福建的圍頭港 而目前被大陸扣留的五個人 就包括了洪信船長丁信船員 以及三名的印尼籍船員 總共五個人 澎湖縣兩岸交流協會 理事長陳雙全就表示 洪信船長的母親已經高齡90多歲了 親友擔心她承受不住 到現在都還沒有告訴她這個消息 澎湖急於船大禁滿88號 2日晚間在金門外海作業時 遭兩艘中國海警船強行登檢 並押回福建圍頭港目前被大陸扣留的五人 包括洪信船長丁信船員 及三名印尼及船員共五人 澎湖縣兩岸交流協會 海警隊理事長陳雙全表示 洪信船長的母親已高齡90幾歲 親友擔心她承受不住 到現在都不敢把消息告訴洪母 我們全力支援我們當然會盡全力來幫忙 家屬船主來解決後續的這個兩岸的部分 我也透過農委會還有海系會 是不是也可以從中央進行人道的支援跟幫忙 讓他們早一點可以 家屬跟船員可以趕快回到我們的祖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